叶兰 风寒 叶兰 风寒 别再照样了 还是批一下吧 林将军自己用吧 我身子好 不需要 子慎以为 那未婚妻 实乃大职大会之人 拿她起放一下 一旦想清楚 别毫无忍 她现在遇见了对等我 余生幸福平安 对吗 如今的她 再幸福不够 对吗 人生百年 选对人走的 方德大协 陈娘子当成选择 眼下所选 是对的 受伤 是对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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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娘子 这边请 与夫子攀谈 咱倒也方便 没事 你去吧 请吧 愿战乱休靡 风调雨水 愿岁月不悔 往事不哀 愿战乱休靡 风调雨水 二十余年了 自我遭利利加害 不得已离家游历天下 已是二十余年了 程娘子 今日我遗老卖老 随你叔母叫你一声 少商可好 大夫随意便可 我们相逢即是缘分 少商 今日 我同你讲一个小故事 可好 可是讲夫子自己的故事 不 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 切勿喷着他人 好 多年以前 有位世家公子 虽赴早亡 但才华出众 后名声斐然 受尽追捕 这位公子 有个自有定亲的未婚妻 可惜 因未婚妻容貌平凡 公子觉得 未婚妻配不上自己 夫人 我在寺医馆处 寻了个方子 说是公公养颜用的 夫人肯想试试 我容色平平 何用养颜 你就你会帮我留意这些 你娶了我这无言女 如今可是后悔了 我若是看脸娶妻 我为何不化个妆 把自己给娶了 这天下 我还没见到哪个女娘 比我更俊 你呀 可惜啊 黄甫仪可不是这般想 她当初 你还要进去 夫人 你能不能不要再贴这个 背心弃义 你心下难道的家伙 那个人 家风大乱 远顿他乡 也当初没有提出退亲 已是仁慈以尽 那未婚妻家中亲掌 也纷纷劝说她退回役子 可她 力排真理 可背心弃 不认识 非但如此 她一个小女娘 还以义己之力 承担起招募公子家家的重则 更甚至 她还要被说未来军国的挑担 所作一切 只为盼公子早日未来成亲 而她这一道理念 就是七年 父子是我直言 那公子 就不敢让未婚妻吃的 臣娘子说得也不无道理 天若无道 人就该遵循天明 天若有道 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 是 承娘子带人一向刻薄 敢问承娘子 讨若遇上这事的是楼公子 你等她还是不等 袁公子这问题问得当真是不刻薄 好 那袁公子说我是刻薄 那我就问一个刻薄的问题 倘若是女意上这样的祸事 你是等还是不等 我先问她 请承娘子先回答 我不过是反问袁公子 请袁公子回答 少生 我不会要你等的 我没说错啊 少生 我一定不会让你等我的 臣娘子可真是寻了一个好男婿啊 公子王父有位十分了得的护卫 臣公子王父当年恩情自告费勇 愿护送公子南下流亡 途中为保护公子不幸努力 护卫临死之前 将自己的孤女托付于公子 谁曾想 就是这段恩情 断送了前世情缘 也未尝不好 这段恩情 断送前世聂缘 也未尝不好 原本七年后 她终于得以归家 为我阿富贺寿 并与我完婚 可那这些她两年的孤女 非在她归家时福度自尽 若非她执意照顾孤女 拖置归家脚步 我又怎会在阿富盛宴上 再被羞辱 未婚妻在寿宴上 苦苦等待 一日一夜 谁知 公子并未如妻而知 公子心知 未婚妻心中卑不自胜 定要与妻见面 诉说各传言 苦苦哀求其中 是 不得了 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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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文百事不及 为何极苦等了他七年 为何眼看花期再忘 最后却天偏在这一件 区区小事上匿鼓舞化呀 敢问 这位公子 一直对未婚妻的笑貌 暗暗惋惜 这未婚妻可心知肚明啊 那是公子年少之想 后感动于未婚妻的情深意厚 便再无此等轻浮之想了 那未婚妻要的 可是公子的感动 他不过是希望 心上之人 能将自己放于心上罢了 不过 没想到自己会碰上一个 自负又薄情的混账 对 夫子 我倒有一问题 若你是内公子 未婚妻和孤女同时掉入河中 你应当救谁 陈娘子不如这么问 若未婚妻汇一点水 将将能在水面上浮得片刻 而孤女丝毫不会水 若夫子是公子 先救谁 没错 林将军 若换作是你 你先救谁啊 刻薄 谁最刻薄 你是刻薄 若换作是我 自然是先救未婚妻 若先救孤女 未婚妻可能被水草缠住 可能叫水流冲走 若公子真把未婚妻放在心上 又怎会让心上人 有半点不测 难道 就眼睁睁地 看着孤女死而不救 若是 若是我 我也是要先救受伤的 阿阳 还是你对我好 我就知道 你不会欺我于不顾 那未婚妻并未调入河中 此假设不成立 那姑娘也未曾调入河中 只是自行服毒罢了 人死了便死了 只需给那名护卫过继子室 将来保他升官发财 让他的香火得以延续足矣 未免有些对不住那名 惨死的侍卫 对不住便对不住了 人身在世 怎可能人人都对得住 此话说得有道理 家父也是武将 战阵之上 为护卫他这个主帅 死伤的将士不计其数 也没见所有的将士妹妹女儿 都要嫁于我阿父的 说到底 要是那公子 早些打发走那姑女 也就好了 这姑女不过就是个 跳梁小丑 不值一提 方在林将军说得甚有道理 天有道 自不会让有情人奋力 这未婚妻既不能相信 公子对自己表面冷淡 实则有心 又不能相信公子对那姑女 确实毫无情谊 这两个不能互信之人 如何结为夫妻 这未婚妻约是想明白了这点 才断然退了婚 她用了七年时光 来证明自己对公子的情谊 又断然退了婚 就是为了告诉公子 她虽相貌平凡 记得义手 руmm importantes 衣 se